探讨一个非常重要 又非常难处理的 一个男女关系 这个故事呢 用现在的话语说 叫做男人出墙 女人出轨 一夜情 婚外情 这么一本圣洁荣耀尊贵的 神的话语圣经 竟然没有把大卫和巴斯巴的 特别故事呢 全然给掩饰或抹煞掉 因为圣经全然都是历史的事实 是传真 是史实 所以不能抹煞 这段故事呢 写在撒姆尔记下的第十一章 撒姆尔记下第十一章 我们晓得 撒姆尔记总共有二十四章 前面十章呢 讲到大卫做王 第十一章 讲到大卫作恶 犯罪作恶了 那作恶之后呢 叫自食恶国 所以从十二章到第二十四章 就告诉我们大卫作难 在处处种种的困境和难关当中呢 大卫是在作难当中很难自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晓得 连大卫这么一个被神拣选 被神高抹 最后呢 能够登基做王的 敬前的仆人呢 都经不起诱惑 大卫呢 他有智慧 有聪明 有才干 有勇气 能够征服中东的列国 能够统一 那个时候的十二支派 然后在耶路撒冷 正式的成为 以色列的大君王 显明他能够征服千军万马 驰骋沙场 的确是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可是万万想不到 他竟然胜不过 一个女人的身体 这么一位出类拔萃的最高英雄 却难过美人观 这是何等何等的唏嘘 何等令人感叹 这段故事呢 写在萨姆尔记下的第十一章 十一章 我们来看看经文 怎么样记载 全部经文 用了二十七节的经文 来向我们述说 大卫作恶的故事 大卫 他监营人的妻子 他谋杀人的丈夫 这是何等何等的奸诈 何等的败坏 大大的得罪了神 又得罪了人 我们看十一章说 第一节过了一年 到列王出战的时候 大卫又拆派约亚 率领陈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就打败亚蛮人 围攻拉巴 大卫能住在哪里 能住在耶路撒冷 过了一年 在冬天刚过 春天来到的时候呢 列王又开始要 巩固国主 要毁灭敌人 大卫呢 那个时候当然是 已经国势强大 王位巩固 可是他依然的率领 派将军约亚率领陈仆 和全国的精锐的男性呢 都去前线打仗 然后他们打赢还打败 他们打赢了 亚门人呢 就是现在的约旦王国 那拉巴呢 就是目前的约旦王国的首都哈曼 所以前线在打仗 那大卫呢 没有御驾清征 当时中东的各国征战 像我们中国一样 我们历代皇朝 开国皇帝 常常是如何 亲自带兵打仗 那大卫呢 在第十章之前呢 也是每一次呢 都是 怎么样 不是在后方指挥 而是在前方呢 勇敢杀敌 可是这一次呢 圣经特别描写说 部队在前线打仗 大卫在哪里 大卫没有去作战 大卫却在耶路撒冷 我们不晓得 大卫留在耶路撒冷 是要日理万机 处理内政 然后是要大兴土木 然后让百姓安居乐业 还是他 就是死于安乐 然后终于过渡 因为第二节告诉我们 然后有一天呢 太阳平息 就是太阳快下山 彩霞黄昏 灿烂的时候呢 天色很美 那大卫从床上起来 圣经当中没有告诉我们 是不是大卫整夜没睡觉 在处理国事 天下事 还是大卫整夜 都跟飞瓶在那里 想欢 也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是睡午觉 还是如何 但是呢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 他在黄昏傍晚的时候呢 从床上起来 做什么 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 看见一个妇女 沐浴 容貌盛眉 好 大卫在这个时刻呢 他年近50岁 大家晓得大卫是生于 BC主前1040年的人物 那大卫呢 是在15岁 被沙姆尔先知高摩做王 那个时候大概是 主前1025年 后来呢 大卫在西伯伦 做12个支派当中 犹大支派的王 是在主前1010年 然后呢 他在1003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成为12个支派的王 后来攻下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建都 然后大卫就成为以色列 全国的君王 那八四八呢 大概是在主前991年的人物 所以算算这些年岁呢 大卫已经50岁了 那这个在洗澡的女人呢 叫八四八 她几岁呀 可能 20岁到25岁之间 那八四八呢 大家晓得她的名字叫什么 八四八 大家看到福拉群目前 大街小巷都是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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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见十八的话呢 你要想到谁 八四八 八四八 所以将来如果神要恩待你开一个十八中心 你要取名叫八四八 十八 生意一定新荣 这个求主恩待我们 那八四八呢 她是青春貌美 然后呢 没有想到大卫呢 她之前至少有六个妻子 而非平 圣张哥没有想有多少 如果加上扫罗王的女儿米甲 也嫁给大卫的话呢 所以大卫在这个之前呢 至少有七个太太 七个太太 可是呢 没有想到 大卫呢 在王宫的平顶当中 游行的时候呢 竟然被一个 叫八四八的 在前线打仗的 妻子 而引起她 浴火焚身 无法自拔 鬼迷心跳 这个是非常非常悲惨的 因为从第十一章的故事发生之后 整个大卫的生平 就有了一个极大的污点 从那个时候 大卫就身败名列 然后就获言子孙 从那个时候 没有经过几个世纪 最后 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呢 就被 被亚述帝国 之后被巴比伦帝国 之后被马代波斯帝国 之后被希腊大帝国 之后被罗马大帝国 全然瓜分 征服 蹂躏 迫害 最后呢 全然的犹太民族呢 如同皮球一样的 被抛在世界各地 到处被人脱弃追杀 追根究底 都跟 撒木耳记下 第十一章 大卫的作恶犯罪 有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 读圣经 读历史 我们要晓得 圣灵 为什么把这个故事 留给我们 是要叫我们 贱不贱 贱不贱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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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警戒 好好的小心 所以第十一章 我跟大家讲 就是 大卫 作恶 那第十二章 到第二十章 大卫 作难 那今天呢 跟大家 透过 大卫 作恶的故事呢 我有三个 信息大纲 希望大家 牢牢记住 第一个就是 大卫 犯罪 遮罪 大家说 第二个是 大卫 认罪 毁罪 第三个 大卫 赎罪 胜罪 大卫 赎罪 胜罪 这三个重点 非常非常宝贵 很容易记 很有逻辑 更有亮光 有真理 有恩典 有启示 我们起来要告 天父我们 面对 大卫 和别 拔四拔的故事 我们 求你 给我们智慧 聪明 也求你 给我们 真理 跟恩典 还让我们晓得 在后现代的 社会 潮流 泛滥之下呢 目前 太多太多的人 都面临这种处境 无法自拔 无论是打开网路 无论是面对报纸 充满的都是色情的泛滥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晓得 在这样的一个罪恶 泛滥 关区被妙 黑暗掌权的时代 我们要如何 从大卫的声明当中 学到见解 学到教训 大卫如何 在犯罪遮罪之后呢 他认罪 毁罪 他也赎罪 胜罪了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晓得 我们只要认真悔改 靠主恩典 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 继续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继续成为一个 哦 主啊 能够掏出喜悦的人 就是说我们实在成立帮助我们 今天从这样的故事当中 的确愿意 汲取教训 也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贝圣名 好我们来看 第一点就是大卫犯罪遮罪 大家说 大卫犯罪遮罪 请问这段经文 大卫在王公的平顶当中 有没有拿望远镜 到处在搜寻 哇风光的景色 有没有哪些人 春光荡漾 一丝不挂 请问大卫当初上王公 有这样的纯心动机吗 本来没有 应该没有 对不对 那更要请问大家了 请问这个女人 拔四八 为什么在洗澡的时候 会轻易被人看到 请问拔四八 有没有故意 故意勾引 大卫 或勾引男人的嫌疑 有没有 有 哇 你们女人说她有啊 实在是 无法想象啊 那如果我们要研究历史的话呢 假如法老的女儿曾经在河边洗澡 对不对 所以当时的风俗习惯 可能有一些隐蔽的河 或是可能有一些 很深长的山洞 有一些纯水呢 所以要洗澡的时候呢 就到那里去洗 当然 她在洗澡的时候呢 也应该会东张西望 看看 前后左右 有没有男人 在那边偷窥 那如果 那如果她发现 四周围有男人的话呢 她会如何 正常女人应该怎么样 想尽办法躲藏起来嘛 对不对 就换个时间去洗澡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时间是 黄昏傍晚的时候 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 所以天色还没有黑 所以她在那里洗澡 然后天空是有彩霞满天 然后阳光照在她的身上 让她整个人呢 就好像从照相机的角度看到 哇 全身焕发的是什么 是让大卫惊艳的 用现在的话语说 叫做气质女神 叫做超电正妹 叫做绝世美女 叫做漂亮宝贝 其实大卫碰到的 八十八 你们刚才讲说 她动机不良 我个人认为说 八十八是一位 很清纯的 很乖巧的 很温柔的 很美丽的 邻家女孩 邻家女孩是什么意思 邻居 那的确她是邻家女孩 为什么呢 因为 她的丈夫在前线打仗 那她住在眷村 大家晓得眷村吗 军人的家眷 常常住在 这个有一个眷村 那可能乌里亚的官位也不太低 然后加上 拔四八的丈夫呢 也是大卫的勇士之一 甚至 有人认为说 拔四八的祖父 就是 就是 这个大卫王朝的 一个 因为 就是一个宰相 所以他们就有机会 如同成为红二代一样的 住在 住在 王宫的旁边 所以 基本上呢 拔四八 身份也不差 拔四八 也相当有经验 也相当有 见识 但是呢 拔四八 他在洗澡被人看见 请问他到底有没有罪 他是故意让人看见吗 说真的 我们不完全了解当时的处境 我们也不能够真正探讨他当时的动机 但是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 日光之下 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 所以 拔四八 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人 但是 圣经当中 特别特别 透过十一章的二十七节 叫我们知道 神在这个时候 没有追究 拔四八 到底动机存心如何 神这时刻 特别提醒我们一句话语说 在这男女关系当中 是谁的错 大卫 看一下最后一节说 但大卫所行的这事 谁行的这事 大卫所行的这事 耶和华甚不喜悦 圣经当中没有讲说 拔四八所行的这事 耶和华甚不喜悦 所以 你们晓得 神好像并没有责备拔四八 虽然拔四八 不可能 完美无缺 虽然他的身材 可能是 哇 在现代的话 有时候叫做 天使的 面孔 魔鬼的身材 然后 这个 黄金比例 完美曲线 所以他的威力强大 让大卫 不小心看到之后呢 大卫就 被电到了 然后呢 就 浴火焚身 然后血脉奔赃 全然进入圈套 无法自拔 所以 起 邪念的 犯罪行的 虽然中 可能讲 不是拔四八 而是谁 大卫 而是大卫 那大卫 如果是无意看见 女人洗澡的话 算不算对 不算对 就好像 飞鸟从头上 飞去 我们无法 控制 可是 我们可以让 飞鸟 不在我们头上 坐窝 对不对 所以当这样的一个 女人 让大卫 惊艳的时候呢 大卫 那时候 哇 荷尔蒙 肾上线 大大的 指数增加 大卫可以 怎么样 马上从王宫 屋顶当中 下入王 王宫 然后去找他的 几个老婆 六个以上的老婆 多少 飞瓶 无法想象的 飞瓶 对不对 所以大卫 非常容易 逃避少年人 私欲 可是 双江东 记载告诉我们 大卫 一被他 吸引住之后呢 大卫就 猜人 去打听 那个妇人是谁 结果 回来 汇报的时候呢 那个人说 她是 以莲的女儿 以莲算是 大卫的勇士之一 然后呢 又说 她是谁的妻子 乌里亚 她是乌里亚的妻子 代表乌里亚呢 在前线部队当中 可能也不是一个太小的人物 有某些分量 所以呢 她讲的是乌里亚的妻子 八十八 好像 很多人如果一提到说 何志明毕敏之 大部分人讲到说什么 这个毕敏之的丈夫 不会讲到说 她是何志明的妻子 你就晓得说 谁比较有分量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乌里亚也相当相当有分量 那打发的人 这个猜的人 来跟大卫报告说 哎呀 那你人大卫啊 你要我打听的那个美女啊 她是有夫之妇也 你不要有非分之想啊 可是大卫心中在想什么 心中在想说 我打下天下 如果没有我当时 把格力亚大巨人给杀死的话呢 也许 所有全国的居民同胞 南丘老佑 全部被 被强奸 被掳掠 全部当游庸 游庸游奴 犹太人当像非庸 一庸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 所以大卫呢 他就是有眼目的情欲 这是只要男人 几乎都有 可是大卫呢 却没有马上逃避私欲 然后呢 却让他继续泛滥 继续扩大 继续膨胀 成为肉体的私欲 然后大卫又用他 当时的骄傲 来自圆其说 说我贵为君王 我拥有或占有 一个女子 没有什么大罪 算不得什么大事 这是 a piece of cake 小事一桩 没什么关系 然后呢 大卫就把 那个人呢 接过来 而且经文特别提到说 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 代表 大卫 跟八四八 都知道说 这个时刻 如果有一夜情的话呢 容易怀孕 容易 就非常容易怀孕 很多男女 在爱爱 相欢的时候呢 哇 要考虑到 这种非法关系 万一怀孕的话 怎么办 是不是很难过 矛盾的常常是这样子 很多很多 结婚多年的夫妻 想要生孩子 怎么生也生不出来 结果花钱受罪 四款婴儿 成功率又这么低 可是却有很多很多呢 把这个偷欢的男女呢 一不小心偷吃呢 结果就怀孕 对不对 大卫跟八四八 也是一样 没有想到呢 才 怎么 才一次 结果就中奖 中奖之后呢 你知道吗 博士八 他也猜忍 代表他有什么 他有仆悲 至少有心腹啊 把这个秘密 跑去告诉大卫说 我有料 我怀孕了 所以 这几节的经文 告诉我们 大卫 他 应该去前线打仗 他没有去打仗 他给自己放假 因着放假 就容易放纵自己 然后 当他把 拔四八 招来 完工当中的时候呢 我相信大卫 一定是 弹琴 是吧 吟诗 给这位美女听 当大卫 想要对他 非礼的时候呢 你们认为 拔四八 有没有拒绝 有没有挣扎 拔四八 他会不会跟大卫讲说 报告陛下 你贵为神所拣选高谋的大君王 岂可对小女子 有 非分之想 陛下若 如何如何 王公当中 嘉丽美女 随事左右 你为何 要侵犯 一个有夫之妇 我的丈夫在前线 为你 卖命 为国 打仗 你岂可 对我如何如何 请问 拔四八 会不会对大卫讲这些话 你们认为 会不会 有 有可能 还是 拔四八 整天就 设计好 仙人跳 然后呢 想尽办法 知道说 所有男人都去打仗了 算好说大卫 这个 没有去打仗 然后是故意在一个 大卫能够看见的地方呢 然后若忽隐忽泻 然后又明又暗 事有事无的 在那里洗澡 然后要诱惑大卫 然后终于 他能够到大卫 面前的时候呢 然后 更特别的怎么样 头怀送抱 你觉得两种情形 哪一个最有可能 第二个 哇 你们 这是女人回答的 我们男人呢 要了解女人心呢 要多去访问 多去调查呀 但是 我个人 要替拔四八说话 为什么呢 如果拔四八 当时 没有挣扎 没有拒绝 而容易上床的时候呢 拔四八去告诉大卫 说我有了 大卫会说什么 那个不是我的 对不对 一个容易 上床的女人 如果她 有了的话呢 你说那个男人 他会说什么 这是哪个野种 对不对 你还敢来跟我讲 对不对 显明大卫当时 要跟 拔四八 这个亲亲爱爱的时候呢 拔四八一定如何 拒绝 再三拒绝 甚至 大卫 最后呢 用了各种方法 可能 类似霸王硬上功 结果呢 拔四八还 泪流满面 让大卫觉得说 她的确确没有好好的 珍惜这位 非常温柔 美丽 青春漂亮的女孩 的确是欺负了她 然后 如果 如果拔四八 的确是 这个 自我尊重的女孩的话呢 大卫 听到说她有了 大卫会如何 把她 可能送她白薄 去上吊 一卷 让她上吊 或是派人将她 什么 暗杀 对不对 如此女子 罪该万死 对不对 所以 很显明说 拔四八呢 应该 没有那种动机 他被人看到 他没有犯罪 大卫 初次看见他 也不算罪恶 大卫最后呢 坚营 人的妻 因为现在的话说 中国太多太多的 官员呢 都跟许多的 女魔 许多的主持人 许多的主播 有所谓的通奸 所以我们 这个时代呢 最需要来看 这段经文 因为上帝 把这段经文 写成圣经 就是叫我们 能够学功课 学什么呢 学 人 不要 太 太自信 自负 太自傲 大卫就是因为 自信 自负 自傲 结果呢 他能够 克服 所有的仇敌 可是呢 连 一个女人 她却 战胜不了 中国有句话说 克 三中之贼 意 克 心中之贼 难 上帝 容许 这个事情的发生 目的 乃是要叫 人认识自己的天性 堕落的人性 是无可救药的 无可救药的 是完全扭曲败坏了 如果我们真正深刻认识自己 你就晓得 人 无法自救 人需要神的救恩 上帝允许这个故事 也告诉我们说 世上有黑暗的权势 黑暗的权势 下到魔鬼呢 常常透过 这个 女色 透过 外遇 透过 种种的圈套 又或呢 要来 引诱 属神的人 上当受骗 进入圈套 最后无法自拔 所以上帝允许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说 撒旦的确 如同吼叫的狮子 到处吞吃 上帝允许这个故事 更重要的 需要让我们认识上帝 他有爱 而且他的爱呢 是恒久忍耐的爱 任何人犯了罪 即使再大再大的罪 也不能大到 耶稣胜不过 大家说 没有一个罪 大到耶稣胜不过 没有一个罪 大到耶稣胜不过 大卫胜不过 耶稣能胜过 大卫胜不过 耶稣能胜过 没有一种罪 将到耶稣洗不净 没有一种罪 将到耶稣洗不净 大卫犯了这个罪之后呢 他知道说 这个事情麻烦了 然后 然后结果呢 他没有马上认罪悔改 他竟然用的方法是 要遮掩罪祸 遮掩罪祸 如何遮掩呢 大卫当然有策略 有聪明 结果十一章第六节 大卫就猜人 到 约亚那里 说你打发赫人乌里亚 到我这里来 大卫就想说 哇既然 八四八怀孕了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他的丈夫从前线 请回来 让他呢 跟太太 雨水之欢之后呢 然后就怀孕 然后整个事情呢 也就过去了 人不知 鬼不觉 然后就 继续 这个保住他的王位 不被别人 这个弹劾 等等等等 结果呢 大卫呢 竟然 虚情假意 想要瞒天过海 要让 乌里亚 背黑锅 戴绿帽 那请问 大卫能够遮盖得住吗 要么 大卫能够遮